觀眾朋友 你好 節目一開始呢 可能要先做一些說明 我們今天這一整集呢 是要談守天使 也就是針對重度的身體障礙者 他們提供性服務 這中間直接討論到有關於性需求 有關於討論到性行為 當然畫面上我們不會有任何預舉的動作 可是呢 我們整集都是在討論這件事情 根據公共電視法 公視所有的時段都是普及時段 而這個時候呢 是晚上八點 因此呢 正式合家觀賞的時候 如果說現在坐在電視機前面 有十二歲以下的小朋友 其實他看不見了 不過 最好不要讓他看 如果是十二到十八歲 其實大家也都成熟了 我也覺得說這個規定有一點無聊 但 希望可以加場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題目有趣 可談 在社會上真的是重要的 請你陪著你的小孩子 一起看 適度的引導 帶他一起討論 如果不行的話 你若是家長 你說 這孩子看這個不好啦 拜託 轉八台啦 其他台的新聞也還算好看 雖然有一點無聊 還是有話好說比較好 因此呢 先建議大家 如果說呢 家裡的小朋友在看這個節目呢 拜託 不要看了 免得我們又要被告啦 但是呢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議題重要的話 也許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一下 性這件事情 是基本的人權 是基本的需求 還是是被刻意撩起來的慾望 長期以來身心障礙者 特別是重度的肢體障礙者 他們是如何面對他們的性需求 如果說他是天生 從小就是身心障礙的話 當他進入青春期 當他成年之後 他在性的這個需求上 是如何解決的 或許很多人說 啊 沒可能有這個問題嘛 可是如果正常人有這樣的需求 需要被解決 被關注 被滿足 被呵護 被撫慰的時候 那一般的這些身心障礙者 難道沒有嗎 在臺灣已經出現了守天使 儘管他們現在還不是正式成立的社團法人 不是守天使協會 可是他們已經在從事這種 針對重度的肢體障礙者 提供一輩子三次的性服務 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服務 這是在遊走法律 道德的邊緣的一個事情 還是說他真的是讓我們正式看到 長期以來大家選擇 故意忽略的 所謂的性需求這件事情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守天使在臺灣 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特別感謝 歡迎是守天使的創辦人 黃志堅 Vincent你好 大家好 我是Vincent 守天使的發起人 發起人跟創辦人是一樣的 一樣 對 謝謝 再來歡迎是守天使的面談志工 黃雅文 聰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 叫聰哥 叫聰哥 叫阿聰就好了 不要叫哥啦 這樣好 我很老 你們兩位都是從小就是小兒麻痺 對 沒錯 是 一歲 我一歲三個月 對 我大概周歲之後就不能走路了 周歲之後就不能走路 對 Vincent你是 我一歲三個月之後 就因為發燒 引起小兒麻痺 對 我們那個年代是正好 我們這個五年級生 那時候正好是個四季大流行 然後我沒有達到沙冰疫苗 對 OK 就在一次感冒發燒當中 就引發了小兒麻痺症 所以你們會完全清楚身心障礙者 從小到大 受到的社會不公平的待遇 受到所謂的那種不適 困難 以及特別在性這一塊 自己如何面對 社會又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等一下我們好好來談 謝謝 我們再來介紹是兩位守天使的性義工 其實他們都是算天菜等級的啦 特別歡迎是守天使的性義工 阿空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空 那個空是什麼意思 空氣的空啦 OK 對 其實小時候喜歡看七龍珠 其實就只是因為這樣而已 OK 我們再來歡迎是另外一位守天使的性義工 伊凡你好 你好 主持人大哥好 然後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想要補充一下 我是守天使的性義工伊凡 嗯 家長們如果你們可能沒有辦法對你們的小朋友開口教育 那你們的學校可能也沒有辦法開口教育 那可能你們就會很需要我們來幫你們教育你們的小朋友 如何看待性這件事情 嗯哼 等一下我們就好好來談這件事情 為什麼今天要來談守天使呢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前天守天使 他們發起了一場遊行 呼籲整個台灣社會要來正視 特別是重度身心 重度肢體障礙者 他們長期以來 不管是他的爸媽 不管是整個社會 甚至是整個法律都說 沒有性需求這件事 你不需要想太多 你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去擔心 你要只要照顧好自己 讓自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長大就好了 先不要想那麼多 可是這件事是不想就不存在嗎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禮拜六他們要發行這場遊行 遊行的目的跟訴求又是什麼 大雄娃娃被蒙上眼罩 障礙者的身體遭繩索捆綁 在新義工組織守天使舉行的遊行中 身杖者用行動表達對政府末世信權的不滿 用口號宣示與障礙者同在 守天使團隊帶著上百名身杖人士 家屬和支持者 前往內政部 教育部和監察院陳情 成立於二零一三年的守天使 是一個專門為生障者提供免費性服務的義工團體 他們希望透過這次的遊行 促使政府重視生障者的生理與心理權利 生障者在日常社交情感教育等各層面都受到局限 很難擁有正常的人際互動 情慾更是心理難言的追求 參與遊行的生障者坦言 他們從來都不被賦予追求性愛的權利 現行法律規定 違法進行性交易 倉嫖都要受罰 守天使主張 只要從事性交易的任一方 持有生障手冊都不應該處罰 政府在制定法規與空間的規劃時 也要考量生障者的需求 真正落實人人平等的理想 Vincent 守天使是你創辦的 對 為什麼 因為我是一個障礙者 然後 我自己 雖然是 身體非常辛苦 然後 後面也有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一個伴侶 然後我自己在享受一些 兩 跟伴侶之間一個非常愉悅的性的關係的時候 因為同時我本身在台灣的統治圈裡面 我在帶領一個殘障同治團體 叫做殘酷兒 對 就屬於殘障同治的一個組織 我常常看到很多 重度的障礙者 他的手部的功能不好 然後每次我們在講 談性的遺憶跟美好的時候 這樣的朋友 只能在旁邊乾燈眼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很難過 就是說 你們都可以擁有的部分 你們可以自衛 但是我連我的手 想移動到我的生殖器官 去做撫摸 我覺得 他說 這個是 天底下最遙遠的一個距離 他都做不到 很痛苦 然後 一再看到這種東西 然後 也在一次的機會裡面 跟我們守天使的 另一位發起人鄭志偉 他本身也帶領一個聽障同治的組織 也感受到聽障同治 聽障同治的 這樣的一個 在性需求 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境 所以我們兩個 就在二零一三年 在志偉的一個 推薄助瀾了 他就鼓勵說 變成 那我們應該 來為這些障礙者 來做一點點的事情 對 所以我們在二零一三年 志偉跟我 就發起了守天使 是這樣的一個信義工組織 剛開始 我們一想說 我們接觸到 都都是那種屬於 呃 傳障同治的這一塊部分 我們經過一年的研究 準備 而一直到年底 這樣的一個服務 第一位男同治的障礙者之後 在這整個過程的一個 從討論 去自定守天使的一些想法 一些規則 到服務完之後 我們發現 這麼美好的東西 我們不應該很自私的 只讓我們 呃 所謂的 同治的障礙者 才能享受到這部分 嗯 我們應該推廣及人 而且我們要讓 呃 在台灣的所有的一個 中障者 不管是異性戀 同性戀 不管什麼戀都一樣 我們應該要去服務他們 OK 反正我們剛剛一開始 就已經把那個 十八歲一下子 小孩朋友 趕去睡覺了 所以我們現在尺度 可以寬一點 我們理論上 現在變深夜節目啦 好 所以你主要就是說 你看到的 許許多多那種 重度身體障礙的 朋友們 他們連自己 在家裡面躲起來 看謎片 看A片 想要自己 來解決自己的需求 都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所以你要辦一個協會 讓這些義工 來去服務這些 真正無法處理自己 問題的這些人 因此也就是說 只要有重度的 肢體障礙者 像守天使 你們還不是協會嗎 像守天使提出申請 對 守天使就會找 像是雅文 這樣子的面談志工 你是不是真的有這個需求 還是你是瞎虎爛我們的 然後呢 真的有 就會請義工 去幫他做免費的服務 對 其實倒不是一個 防幣的一個措施 好像說我面談 訪談志工要去確認 他的身份 不是這樣 我們只是想要知道說 你面對性的這件事情 你遇到什麼困難 那因為我們事實上 守天使是一個 全部由志工發起的一個組織 大家都不知心 而且要用自己的時間 來從事這個服務 所以就是我們必須要非常的確認 他的確是需要我們協助的 這個對象 那除了重度肢障者 我們另外服務的一個族群 就是視覺障礙者 視障者 視障者 我們也會有服務 其實我們目前服務的 就是這兩個 視障可以自己來啊 但是視障事實上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這麼清楚 因為大家都想說 只要有手 就可以從事自衛的這個動作 但是視障者 對於性愛這件事情的想像 跟我們一般人 眼睛看得見的想像 其實是不一樣的 請教你 所以你們是 如果真的符合條件的 是可以提出申請 經過面談之後 一輩子 有三次免費被服務的機會 被守天使服務 是只有三次這個機會 對 我就想起一件事情 我爸已經走很久很久 是我爸生前就愛假婚 我們就很討厭他抽菸 死了之後 因為我有一陣子也抽菸 每次去拜我爸的時候 我說他都死了 讓他抽個菸 又怎麼樣 所以我就會順便點個菸 讓他抽這樣子 回家想一想 我一年也不去 不過去拜他個一次兩次 我一次兩次讓他抽個菸 勾起他的菸影之後 你又不去拜他 他又沒菸可抽 同樣一件事情 身心障礙者 他忍這件事情 已經忍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 從青春期開始 結果呢 你勾起人家的浴火之後 說一輩子只服務他三次 這到底是在幫他還是在害 太不人道了吧 對 其實我常常到外面去做一個分享的時候 我就說我在國中時期 在發育的時期 我一天就把我們守天使三次的扣打全部用完了 對 很多人一直認為說 我們守天使這樣三次的一個 規定好像太太不人道了 我們換個角度來講一件事情好了 如果今天守天使幫一個中障者 從他申請一直到他人身中了 我們都全部服務完了 所有的帳別 我們都全部服務完了 我覺得會發生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很多的 我們守天使是一個小組織 人力有限 財力有限 我們能服務的 你看看 我們一年才能服務多少人 我們從二零一三年成立 一直到現在二零一八年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總共服務了 才二十次 那我們這麼有限的人力 我們要服務整個台灣 有上百萬的障礙者 我們做不到的 我們為什麼服務三次是 我們希望做一個開頭 不要忘記了 守天使是屬於台灣 為一個 我們算是為台灣的障礙者 性權發生的一個團體 如果我們要把它做好做滿了 那對不起 我是覺得很多的障礙者的 各種障礙類別的團體 他都不會出來做了 大家都會把推說 反正守天使再做 守天使去做好了 所以你就很像崔少哲 然後呼喊得很大聲 希望社會更多的團體 甚至政府 一起來證視這件事情 對 我們守天使不要成為台灣障礙者 追求一些權益 包括性權的一個歷史的罪人 因為我們都做好做滿之後 你知道我們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政府 他就不會去管理這件事情 阿公我聽我同事講 你真的是 那個特定領域的 真的天菜中的天菜等級 是 那天菜中的天菜 為什麼要來當守天使的性義工 特別要請教你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什麼是守天使 這是在大概四五年前 也很快了齁 四五年了 Vincent成立一個性義工的團體 致力於要實踐性權 那個權不只是權力 還是人權 那鬆綁重度 特別指針對重度 身障 當然還有視障 被忽略被限制 被束縛的欲望 集結一群性義工 用手 來幫身障者自衛 可是不提供插入式的性行為 那針對的對象 有非常明確的對象 是你要領有重度殘障手冊 都不用說太多 你就是手冊拿出來說再說 對 然後還有呢 視障者 那過程當中 那那個智障 也就是身心 心那一塊 你有沒有不處理 我們真的人力有限 OK 就是身障 身障以及視障這一塊 視障也算身障 對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先訪談 那訪談不一定是說 要排除資格 然後先了解你的困境到底什麼 也許這是那個他自己的困境 對 也許是他家庭的困境 對 沒錯 不一定是這一個人 搞不好壓迫他最大的 不好意思 恐怕是家庭 對 幾乎都是 OK 所以訪談是重要的 再來呢 要跟義公開會討論 那如果說確定可以協助 會再面談第二次 說接下來怎麼服務 第三次見面就開始服務了 完全免費 因為一收錢 恐怕就有人要被抓去關了 是 等一下我們要談法律的問題 最多一輩子三次 那三次郭台用完怎麼辦 這是一個我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可能一天就三次了 結果你一輩子才做三次 如果現在申請的話 你如果是男性障礙者 要申請女性的性義工 可能要等個一兩年以上 我等兩天我會就花了 又等兩年 是 那現在申請女性性義工的 男性障礙者人數很多 那申請男性性義工的女性障礙者 人數很少 等一下也要特別請教 性別差異在這件事情 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可是阿空你為什麼要來當性義工 其實最早是 我原本是蠻希望可以從事性交易 那 但在一三年的時候呢 就是剛好那時候發起的期間 有一位夥伴 他就說我們最近想要做一個 就是進行服務的 幫生性障礙者服務的這樣子的組織 那時候還沒有決定名字要叫守天使 對 那時候名字想要叫做彩虹性義工 剛剛提到 因為一開始是男同志開始的 那我就想說 那時候的我就想說 那就算是一個練習 因為總是如果我真的要從事性交易 性工作的話 那應該是要做 要面對很多不一樣的人 那有一些人可能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然後所以我就 一開始我是把它當成一個挑戰 對 但其實這樣子四五年待下來 其實我覺得 就是學到很多障礙意識的 障礙者的議題的事情 對 為什麼特別想要服務 重度的那個肢體障礙 我覺得跟那種互動 最開始的原油有關係 最開始就是Pinson提的 他們沒有辦法自己打手槍 這是一開始發現這件事情 可是後來我們其實服務到第三位的時候 就發現說 因為我們第三位受服務者 他是 他其實是脊椎損傷 所以他的腰以下是完全沒有感覺 要以下 也就是說 他連自己有生理反應的時候 都不知道的 但是他來申請守天使 然後在那一次的接案 對不起 在面談的討論過程中 我們就在想說 那性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說到底是什麼 對我們才 後來才慢慢發展出說 就是用 其實是一個親密感 是一個性愉悅 他不只是生理的發洩 對 那 可是這一塊最缺乏的是誰 最缺乏的 就仍然是中度的障礙者 那你說 比方說其他障別 像剛其實生障還有包含聽障 對 那或者是您剛剛提到的那個 精神障礙跟智力障礙的 其他的障別 那我覺得只能說 我們目前的成員裡面 對這些障別的了解 都還不夠 所以你服務的對象 比較不敢做 也包括生理的男性 生理的女性 我自己是目前只有接到 在守天使裡面 只有接到生理男性的服務 我覺得只有服務過生理男性 你做守天使的義工 不管是你的同儕 朋友 家人 或者是職場的同事 會對你另引相待嗎 其實還好 可是我覺得 但我覺得那是因為我個人 在其他領域有其他出櫃的事情 所以守天使的這個身份 對我在我的生活圈 其他的事情更大 反正這個算是很小 反而不是太特別的事情 我在其他領域有其他的事情 如果觀眾有興趣 你去搜尋一下阿空 你就知道為什麼他會講這樣的話 可是一番我再請教 同樣的壓力對你來講應該更大吧 因為對我們性別看待的差異 對男性 整個臺灣社會 對男性是一條標準 對女性又是另外一條標準 也就是說 當女性來當這個性義工的時候 很容易會被貼上標籤 很容易被投以異樣的眼光 被貼上什麼樣的標籤 為什麼你會做這種事情阿 我想做就做 我滿十八歲了阿 我有行為能力阿 我有自我思考阿 對啊 那為什麼你要做這個事 做義工這個事情 性義工應該是說 守天使 我不是一開始二零一三年就認識她 我認識她的時候 我不知道民國幾年 我忘記了 我的一個閨蜜 她轉帖了一個文章 臉書現在很發達嘛 那我很意外地去看到了其中一篇文章 那那篇文章打動了我 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 因為我曾經做過非常愚蠢的事情 就是我曾經拒絕過一個障礙者的性 我甚至質疑她 她可以起立嗎 這是一個非常不對不正確的事情 所以我是抱著一個有點就是這樣贖罪的心態 然後至高分有一支寫信說我要來應徵 我喊了兩次才有禮物之類的 對對對 我是這樣子進來守天使的 OK 可能是之前的經歷 所以你投入這個義工 可是你到目前為止有服務過 大概五次了吧 都是男性 都是男性 他們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需求 而在接受你的服務之後 真的實踐了人權這件事情嗎 所謂實踐人權該怎麼行 我其實不太真的叫我在電視上 用那直接刺樓樓的語言也不太習慣 當接受守天使的性服務之後 跟之前她的心理狀態是完全不一樣嗎 我覺得守天使的性義工 不是說只有幫他們達到性語樂這一塊 那在過程裡面這九十分鐘裡面 其實在九十分鐘 這之前我們跟她是完全沒有見過面的 都是第一次 一開門第一次 你覺得我是你的菜 我覺得你我跟你也OK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不然隨時中間都可以開 了解 好 OK 那在前提之下是 我們兩個都是自願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開始一直順這九十分鐘 這九十分鐘 我必須要在第一時間去瞭解她的 嗯 障礙情況 障礙程度 嗯哼 然後就是她的 她對於性 知道到哪裡 到什麼階段 她認不認識她的性器官 她的性教育到什麼程度 嗯哼 都要 對我來說 這些都要 為什麼要 如果她不知道 我可以在這個時候 順勢的告訴她 那 她才會去知道說 原來 她這樣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主持人能不能理解 因為她們 某種程度能理解 就是說 也許這個身 重度身體障礙的人 一輩子的空白 你要在九十分鐘內把它補齊 包括她自己的 能補齊的 我會想辦法都幫她拿補齊 包括她對自己的性器官 包括她對性這件事情 包括說重新探索 跟異性 或是說她 呃 期待的對象 的那種身體上的碰觸 是 你都要在九十分鐘內 把它補齊 是 其實許多時候 我們在服務過程裡面 會發現 其實可能一位聖親者 呃 她的 她其實對自己的身體 都不夠 應該說都沒有機會去了解 對 那我印象就真的 待會可以請姚文分享 我們第一位的 那個女性的受服務者 她其實 甚至沒有摸過自己的性器官 就是 我們一般人很難想像 因為我們每天 就算不是要進行 那個滋味 我們很洗澡的時候 也會碰到 但是很多障礙者 她們是連自己的性器官 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對 那也沒有摸到過 那那所以 我們在服務的過程中 就是 就會跟她 某種程度的性教育 但是 但當然沒有那麼刻板 當然不是那麼嚴肅 就是用比較情欲的方式說 欸 你這邊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比較情欲的方式來 來做這些說明 雅文就是 我們現在碰觸到很 社會禁忌 道德禁忌 長期以來 我們對於性的觀念最 被壓迫最深的那群人 一個是身心障礙者 一個恐怕就是女性 對 男人可以隨便講啊 我昨天看那個很好看啊 什麼還可以分享 來送來送去 還可以賴來賴去 然後女性很不容易 當身心障礙又遇到女性的時候 為什麼你站出來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這樣子齁 其實接著阿空後面講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服務 很多身心障礙者 他在這個一生當中 通常都會只有一個身份 叫做個案 他甚至連他的名字 都不是這麼的明顯 那他所接觸的所有的碰觸 都是人家的協助 比方說我今天要幫你翻身 我要幫你換衣服 我要幫你洗頭 幫你做什麼 這都是一個服務的一個過程 那我因為服務這個任務的關係 所以我必須要碰觸你 那關於呢跟異性 不管是他是喜歡同性 還是喜歡異性 關於他跟另外一個人的接觸的 實際上的情感交流 這個幾乎是零的 那尤其是在我們的社會上 除了恐慶之外 對於女性的這個地位來說 其實是更艱困的 那尤其是你身為一個女性 然後又是一個障礙者 那我最常跟人家開玩笑的就是說 我可以領兩張殘障手冊 因為第一個我是障礙者 第一個我是個胖子 那我們社會上對於胖子的女性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歧視性的語言 比方說我們會是一個恐龍 那跟我交往的人叫做龍騎士 在這種網路在這種網路發達的這種社會裡面 你會聽到很多非常不堪的一些字眼 那對我們來說處在這個處境 我到底要怎麼樣去發展我的情慾關係呢 最常跟人家開玩笑的是 我就是賣相不佳嘛 那在賣相不佳的情況下 我要怎麼樣去接觸異性 接觸我喜歡的人 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屬於中重度障礙者 那有些更重度的女性障礙者 她就更沒有機會了 她甚至她只要處理 她從家裡走出門口這件事情 就已經是非常的困難了 那加上大家對於女性會有一些期待 在障礙者身上其實也是會有喔 守天使成立到現在四五年了嗎 對 服務的個案數大概是二十個 二十次 只有一個女性 對 只有一位女性 你看到為什麼 其實因為女性在性的這個部分 她是被壓抑的 那她不能到街上去講說 我今天要找個帥哥 跟她好好的做愛一番 如果講這樣子的話 我現在心中在那邊 沒辦法到現在 沒關係 你們就做你們講 反正要告到時候 我們再來佩服 我我盡量會把用紙弄得比較 兒童事宜一點 就是說 我可能我想要去找個帥哥 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 在這件事情上呢 其實都做不到 尤其是一個女性 人家會講說 你這個女生怎麼可以這樣 甚至我還曾經被長輩的一些障礙者 叫去訓話 他說 你不要這樣子破壞女生 障礙者的形象 這樣以後 人家看到女性障礙者 都覺得說 她是不是很想要這樣子 那這個就 其實就凸顯了女性的一個更階級化的 就是被弱化的一個 一個地位存在 我請教 就是很多人也會有 我這個 其實自己都做不到的想法 這種事情忍一忍不就過去了嗎 是啊 但是說 其實守天使的堅持就是 我們認為性權就是人權 這是我們的基本人權 不應該你不用忍 他們就要忍 是 對 你不能去規定人家說 要忍就全國一起忍 對 對 也許我們明天頒 明天頒布一個全國秘密 如果大家通通就不准做愛 這件事情 那少子話問題會更嚴重 不過我們還是回到主題 待會兒我們會談談法律的問題 是性交易在臺灣是非法的 但是守天使是完全免費 也就完全不牽涉到金錢 那所以我們查了一下所有法條 說實在喔 警察檢察官喔 要抓你們還真不容易 因為不管是社會秩序維護法 刑法乃至於到民法 還看起來沒有任何一個法條 是守天使所觸犯的 可是當談到說 有一群人要做義工 免費幫生 不是心啦 身體障礙者做性服務的時候 他說這樣感動 這樣感對 我們先來看看 守天使到底做什麼事情 那畫面不會愉悅啦 可是呢 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們認為性是人權 而他們是在守護人權 來看看 所以我觸碰你的手 跟你握一下手嗎 話說的曖昧 任何男孩聽了都會臉紅心跳 但這並不是什麼深色場所 而是守天使的姓義工 正在用手協助身心障礙者 排解性需求 這支肌肉萎縮症的一位朋友 他等了一年多了 聊天 抚摸 擁抱 按摩 解決生理需求之外 義工們更希望 障礙者有被尊重的感受 這是按摩油 這是按摩油 嬰兒油 這在那個之後可以幫受服務者按摩 這個是潤滑油 然後這個是保險套 這只是準備者不一定會使用 假如說那個性器官 性工作者不太想要直接去碰觸的話 所以這個保險套並不是要進行一些比較深入性的性交使用的 守天使是為生障者提供性服務的義工團體 他們服務的對象大多是重度障礙者 生障者提出的申請先由行政義工進行第一階段的處理 包括訪談 了解對方的障礙程度 還有對感情的態度 等到彼此熟悉之後 接下來在哪裡服務 怎麼和申請人家屬應對也是挑戰 障礙者可以依照自己的性向 選擇性義工的性別 目前以異性戀男性 申請女義工居多 申請者大概得等上一年半到兩年 才能體驗到服務 因為我們接案組的人力真的非常的吃緊 考量到人力的限制 守天使定下規矩 每人一生只能申請三次的服務 創辦人Vincent強調 受服務者與義工的互動 不僅限於情慾 還有學者與人展開自在的親密交流 雙方如果有不舒服或是疑慮都可以說NO 三次的服務也會安排不一樣的義工 讓生障者擁有不同的體驗 社會普遍認為生障者好好活著就好 卻忽略他們的性需求 希望透過行動 舒緩障礙者陰性帶來的壓力 也喚醒大眾對生障者性權的關注 再來我們說法律 是不是要把在座世衛抓去關 阿空說有法律問題都儘管問他 因為他是現在守天使的那個法律組組長 我們先來看看社會秩序維護法 絕大部分現在不管是說做那個按摩的 半套的全套的 或者是什麼酒店的 有的沒有的 通通我們的警察檢察官都是用這一條去抓 社會秩序維護法 你只要是從事性交易 重點是在交易 沒有交易 你請我願的就完全合法 你請我願 那當然通簽是另外一件事情 通簽又是刑法 那如果從事性交易的話 罰三萬以下 通常不會罰到那麼重 然後第一次可能罰幾千塊而已 第八十一條 還有說媒合性交易 也就是我們反正小孩子都趕走了 雞頭啦 或者是說那一種老保 性產業 這種 當老闆的啦 不是直接去做的 這當老闆的罰很重 這要關 媒合性交易 或者是說那一種 我們大家說三七六這種的 這種要罰一萬以上五萬以下 那可是我們有一個但書 但是這條但書到目前為止 中華民國沒有實現過 就是性專區 因為各縣市怕就死了 完全不敢去碰這個性專區的問題 除非性專區 但台灣現在沒有半個性專區 因此全台灣只要涉及性交易 就是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刑法有一條 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 心智缺陷 不能或不知抗拒 而為性交者 不管有沒有拿錢 不管有沒有交易 只要有性行為 而性行為的對象 他是有精神身體障礙 心智缺陷 不能或是不知道怎麼抗拒的 如果是有這樣 就是要關三年以下 十年以下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那意圖使男女跟他人 性交或猥褻行為 而引誘 融流媒介 以營利者 這個要關五年以下 先請教阿空最後一條 很顯然守天使是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行為 對 而不一定引誘融流 但很顯然有媒介 但他沒有盈利 對 所以你們在法律上 完全站得住腳 是 目前的服務對象是這樣子 但我待會可能要提兩條 不在這上面的法條 我先提 我先解釋這上面的法條 就是您剛剛提到的最後一條 新法第二三一條 他原本是要處理妓院的問題 他原本是要處罰妓院 妓院就是四昌寮 以前的話是 我知道 我沒有那麼當準 我知道 因為剛剛發音不太標準 對 那只是我們守天使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定下規矩 就是不收錢 即使之後性交易是合法的 我們也不會收錢 那理由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因為 讓整個組織的行動完全合法 完全合法的好處就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主要就是 我們可以公開光明正大的講 比方說今天來上節目 我們不用怕被關 那也可以去各個學校演講 那甚至於比較正式的 有一些校園團體 或者是有些老師開課 也可以邀請我們去 他們都不用擔心法律有問題 因為我們整個行動完全合法 那這是這是免費 不收錢的其中一個理由 那另外一個理由呢 我們待會兒也許有時間可以再談 其實就是 因為目前台灣大部分的障礙者 經濟狀況都很有問題 了解 對那那其實像台灣的 生金障礙補助非常的少 我們之前聽說丹麥的 有到將近 換算成台幣大概七萬塊 那所以他們其實有閒錢 是可以去買春 他都已經夠窮 而且忍了二十年了 你還跟他收三千塊 實在太過分了 對那實際上 我們的確也聽過 有一些障礙者 跟我們抱怨說 他去找新工作者 然後覺得收費太高 OK那請教賓審 所以這就是 因為新法二二五條 如果他是精神或是心智障礙的話 你不管他同意或不同意 因為他可以之後他家人可以變成說 他根本不知道怎麼說no 或是他說no的方式 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就可以用二二五條來辦理 因此守天使現在是不服務 心智障礙的人 其實其實我們想服務 也有一定的困難度的部分 但是講到心智障礙者 我站在一個障礙者的立場 我要提醒所有的所有觀眾朋友 包括我們的學校老師 或這個社會 一定要注意到一點 所謂的心智障礙者也有分為輕度 重度 重度 是 大家不要認為 所謂的心智障礙者完全 他都不知人間是幾苦 不知道人間是什麼 的一個大家稱的所謂的天使 有的人很多的 輕度的心智障礙者 搞不好比我還聰明 我這邊先做一個澄清 對心智障礙者的一個界定的問題 是 好 那的確 心智障礙者在法律來講 他是所謂的 無行為能力的一個人的部分 的確是我們目前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去碰 也不 不管是你們的人力資源 乃至於法令限制 你們都沒有辦法去做這個 好 那請教一下 是 所有的法律最最大的關鍵 是否盈利 也就是只要協會拿錢 義工拿錢 就處罰 對價關係 就要被抓去關 對 那我想像一個 譬如說是我 我也許是重度的肢體障礙 我來申請 然後我就覺得 實在是那個 茅舍頓開 然後呢 我的父親覺得說 你們實在對我太好了 也許他捐了十萬給守天使 這叫做盈利對價嗎 這是 如果是這種情況 我們會拒絕 受服務者 以及他的家人捐款 守天使是拒絕的 至少如果假設他是一個署名的部分 如果他是用無名是 那我完全不知道 其實 其實您剛剛提的這個狀況 我必須說 其實 就看國家要怎麼對我們 以我個人對法律的界界 他不算是對價關係 因為其實性交易的 性交易這個詞的定義 在另外一個法律裡面 他是有對價的性交 或猥褻行為 有對價 對 那其實我通常會強調 猥褻行為 也就是說 像守天使對男性 是像打手槍嘛 那其實打手槍這樣 雖然沒有到性交 他仍然是有對價的猥褻 如果我們收費的話 就仍然是有對價的猥褻行為 所以我們才不收費 對 那您剛剛提的那個例子 他法律上的對價就是 我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你要給我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才會是有對價 了解 如果之後 搬個感謝狀 送個紅包 不算對價 不算對價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 這可能會跟司法事務有關係 那阿空跟一反 我接下來請教你 我不曉得我這樣理解 是不是 我很笨 但是如果我去想像 一個也許是 從來沒有過性行為的 那個重度身體障礙者 接受了你的第一次性服務之後 如果那是美好的 他一定覺得他處在天堂 他一定不想再掉入地獄 如果第二次第三次之後 免費的quota用完了 這時候如果有任何一個性義工 他腦筋動歪了 五萬啊 十萬啊 或者說你要幹嘛幹嘛的 這時候就會屬於一種 極度權力不對等 性義工就會對那個被服務的對象 可以予取予求 你們不擔心這個問題出現嗎 說實話我其實不太擔心 看兩位有沒有要回答 我先簡單講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的申請者 或是受服務者 其實後來都會跟面談義工 成為好朋友 就是他 因為也面談了一個多月 所以他們的他們的關係 其實就變成朋友 反而依賴的對象是面談義工 對對對 而不是姓義工 不會是姓義工 姓義工 我們只在那九十分鐘 其實那個面談的過程 是很冗長的 你會想像說我來申請 假設你今天早上醒來 突然覺得我有幸運 我要打個手槍 打電話去申請嗎 馬上就能得到服務嗎 不是要等兩年嗎 你要等兩年 那這在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訪談組的義工 負責的就是這個部分 我們要必須告訴他說 這件事情他的法律關係是什麼 然後在他的人生裡面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基本上 他是沒有辦法 跟我們的姓義工 直接取得任何聯繫的 對就包括說他們在服務過後 我們的規則裡面是 他是不能指定義工的 我完全瞭解了 某種程度 你們在處理的 並不是那個一秒鐘 兩秒鐘的那件事情 對 而是在處理是說 也許十年二十年來 他沒有辦法跟他家人講說 性這件事情 到你們那邊 他可以第一次發現說 有人在意我這件需求 有人知道我的困難 有人想聽我說話 我不見得是需要 或者是說也許那重要啦 但那不是最重要的 反而在談那個時候 他才會真正說 我得到服務也這樣子 對 很多人會質疑喔 就是說 身心障礙有很多方面可以服務 你為什麼一定要執著 要服務他性的這個部分 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直接把他看待成為一個人 假設你今天到麵店去 你點了一碗滷肉飯 然後呢 結果那個老闆就送來一碗麵 他說 我點的明明是滷肉飯 你為什麼送來一碗麵 老闆跟你講說 你不就是為了要吃飽嗎 一樣的意思 障礙者 他申請這個性的服務 他有可能他的背後的理由是 我希望跟這個社會有所連結 我希望能跟不同身體 不同任務的人有所連結 但是我能想像得到的方法 就是我去申請守天使的服務 我聽不太懂 麵跟飯那個比喻的差別 不過 莉凡 就是說你必須要認真對待他的需求 了解 就是要的是這個 要的就是飯就是飯 不要給麵就對了 不過莉凡我再請教你 我們常常在新聞看到很多 那個什麼酒店的火山孝子 大家還有一個特別印象 就是好像宅男特別容易當火山孝子 我想問的是說 難道如果是我們去服務這些 從來沒有過性經驗的重度伸臟者 不會讓他處於一個火山孝子的困境嗎 針對這些問題 我稍微跟主持人先聊一下 第一 為什麼女生跟男性的落差 是因為第一 女生在性的特徵 年齡上面會比較晚 好 男生會比較早 所以男生的女生的比例 會有這樣子的落差 那在第二點的部分 性的欲望是與生俱來的 嗯哼 那你 嗯 該怎麼說呢 性工作者 這是一個工作 這是一門職業 甚至於這是一個專業 雖然在台灣的法律 可能不這麼結底 但是在於我們的職業道德裡面 有收費行為的話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自我要求 嗯哼 我們會有一種話說 說法是 不應該談的錢 不可以談 那所謂的主持人 剛剛說的那個火山孝子的那部分 其實在酒店行業聽過之前的一個 就是資深 資深酒店行業者就是有提到 他從事四十幾年來的酒店 他教育的女孩子 都很清楚明白的跟他講 你要賺這個男生錢可以 但是你不要讓這個男生去搞到 借錢 來去跟你做這個事情 Ok 就是職業倫理的問題 對 這是職業道德的問題 像前面那個主持人這邊有點擔心 像也有一些人擔心 就是說 會不會因為服務完三次之後 他有需求的話 他會再找新移工私底下 做一個所謂的交易這種部分 我覺得有點難耶 我們剛才前面的強調是說 我們在那個一個半月的時間裡面 我跟雅雯我們的角色是訪談移工 我們對障礙者非常非常的瞭解 但是我們會把這一個 我們的新移工或者行業證移工 在當天看到所謂的受服務者的時候 是我們提供給他的很多那個受服務者 他本身的生理心理的很多相關的 一個資訊的部分 是 然後但是對於姓義工跟行政義工 完全不知道他們住在哪邊 他們的電話的部分 他們完全不知道 這部分只有我們行政義工 我們的訪談義工才知道這件事情 不是說就是去那個MOTEL嗎 所以他相處的九十分鐘一百二十分鐘 事實上不是那麼簡單喔 因為我們服務的是重度障礙者 他可能連出門都有困難 那我們在評估過後 我們可能還要到他們家的附近 去找一個無障礙的旅館 對 然後這個旅館呢 無障礙的旅館還不一定好找 還不一定找得到 找到還不一定有房間 對 找到還不一定會有房間 想盡辦法把它弄進去之後 服務完還要把它送回去 所以這個當中的曲折其實是 這個服務過程其實是非常困難 沒有想像中這麼簡單 其實臺灣也不是說領先世界潮流 其實人家其他國家也做了很久 但是我想說也不是說每個國家 少數特定所謂的比較自由開放的國家 有像是日本白手套 08年的時候就有白手套 這個非營利組織出來了 也是同樣標榜對身臟者 腦性麻痺者守護性的尊嚴跟自主 推出輔助社經的服務 那也是由女性的護理人員 倒甫服務 可是呢都戴手套 不會有多餘的接觸 就純粹只是手這一部分 也不使用情色影片書籍 那不只不可以脫衣服等等的 那要錢十五分鐘台幣大概是九百五十塊 那一百二十分鐘的話兩個小時 大概是台幣四千八百塊 這個當然是有浮動了 這是日本的白手套 我們來看看 包括美國跟歐洲也都有 美國在一九八零年就有性治療師 不過他是用醫療來去面對所謂的 身臟者的性需求這件事 當性治療師判定確實有需求 他就會轉介到性代理人 也就是透過醫療某種程度 是轉介轉整的概念 那這個是一個性代理人 頂多能提供八次的這樣子一個服務 接下來就要換人了 這是同一個人可以做八次 我們來看看歐洲 歐洲也有性愛照顧 譬如說最典型就是瑞士跟荷蘭 那像是在荷蘭還政府補助費用 不是說直接要那個生障者給錢 那臺灣是免費 可是一生三次 那在歐洲呢 他就是類似發放那個社會福利券的概念 直接給錢 可是如果說這個制度要引接到臺灣來的話 當然會有很多人說乾湯 我們來看看還是有很多所謂的希望 這個制度多想想的一些質疑跟想法 好 我們來看看 如果只是在身心障礙者的性的這個部分 只看到性行為 也就是只有看到性生理需求 性欲的滿足 我覺得是有一點可惜跟窄化了 目前身心障礙者在性 以及生殖健康上面的議題 很多的這個身心障礙者 我剛剛提到了 國家如果沒有一個體制 讓他可以認識自己的身體 進而去能夠面對自己身體的 了解自己身體的欲望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他就不會有安全的性行為 他就不會有在性的心理健康上面 去學習到怎麼尊重對方別人的身體 甚至有性的禮貌 他就不會有正確的兩性的認識 進而可以靠自己展開兩性的交往這個議題 而且呢 因為可能對性的認識不足 他的人際關係可能也會受挫 假設這些人倉嫖都不罰 那就代表說他們是特別需要保護 那在現在處罰嫖妓的這個族群裡面 可能就會有一些人跳出來 比如說他是老人 他是失智 他是怎麼樣 那為什麼他要罰 可能就會有類似的這種議題就會出來 那出來並不是不好 那他是不是可以作為這樣一個代表說 為什麼這些人不分怎麼樣 種類 性別 需求 狀況都要罰 但是肢體殘障的朋友他們卻不用罰 這邊還需要很多的說理 OK Vincent就是我先那個用葉律師的那個質疑 其實也很說 好 我們確實知道說身心障礙 身障者他確實有困難 在自己解決問題上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 因為你們在前天的遊行講到說 如果是身心障礙者 蒼嫖都不要去罰他 身心障礙者蒼嫖都不罰 那為什麼老人如果有這個需求 你就要罰他 那如果老人也可以不罰 那那些經濟弱勢的 是不是也不要罰 如果經濟弱勢不要罰 那特定的族群 譬如說也許是那個做工的工人 或者是說長期沒辦法結婚的啦 或者是說離婚多久的啦 此門一開豈不後患無窮嗎 對其實大家對守天使真的期待很多 我發覺這是一件非常可惜可喝的件事情 他們希望守天使是包山包海 不只服務殘障者或者是遊民 或者是老人或失智者都需要幫忙 我們如果有能力我們非常的願意 可是我也有點懷疑 如果今天是一個董事基金會 他業務只有在一個提倡說不要抽菸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是不是也可以要求董事基金會 除了在這個抽菸的這個的一些 遊民你也要關心一下 對你要關心他們 他有很多的部分這樣子 我想回到蓋律師講的部分 是我發現我是覺得社會給我們守天使 跟社會溝通的一個空間 真的還是太少了 因為大家只看到守天使幫 這種這樣子智慧這種動作 可是你沒有看到這九十分鐘裡面 服務男性是九十分鐘 服務女性是一百二十分鐘 在這一百在這個服務的短短的這個時間裡面 我們怎麼去教導 我們給一些中障者一些機會 去跟我們的信義工 我們就為什麼安排三次信義工 不同的人他不能選擇是 我們告訴他說 我們每一個人去交男女朋友說 不是一次就定終身了 所以你要回應葉律師就是說 你們只關注身心障礙者這一塊 老人的工人的經濟弱勢的 自然會有其他的團體 應該要來爭取他們的人權 應該要啊 對 這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分工的一個 一個社會 那我再請教伊凡跟那個 然後就是說剛剛那個西華有談到一個 性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那一兩秒的性需求 他還有很大的性心理的問題 還有很大的性教育的問題 不能只處理性需求那塊 我其實覺得他想太多了 因為我們服務的對象 他就是長期只能在家裡的 他連出外跟人家接觸的機會都沒有啊 你怎麼 你要透過什麼機會去告訴他說 你跟另外一個人交往的時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 你在跟另外一個人交往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你們要上床的時候 你要注意什麼安全性行為 這件事不存在 沒有這個問題 他連大門要怎麼走出去這件事情 他都要想半年 從小到大沒有人教你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 以我們自己來講 我們就是現在是資訊發達的時代嘛 那我只要電腦一點開 我什麼東西學不會呢 但是對於重度障礙者來說 他的生活裡面只有照顧者的關係 以女性來說 甚至家人為了要照顧他 把他的長髮剪去 為了要好好照顧 他穿的衣服絕對不會好看 因為要方便 方便幫他套上 所以你要怎麼樣告訴這個障礙者說 你要去追求你的正當的交友關係 然後進一步再往前去談感情 再去談安全性行為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會存在啊 OK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先解決掉說 他如何出門的這件事情 對阿 我覺得你是想太多了 伊凡你剛剛一開始有談到說 你必須在那九十分鐘 男性是九十 女性是一百二嘛 在九十分鐘內補齊他的性的心理性的教育等等的 怎麼補補的齊嗎 九十分鐘你做了什麼事 九十分鐘 除了了解他 我覺得先比較想要先講的部分是說 倉嫖不法不應該只是障礙者 把障礙者拿掉的話 應該所有的人 只要年滿法定年齡 只要他是自願 兩個人合一性交易 就不應該法 嗯哼 我不懂為什麼當初要罰這件事情 我補充一下其實 嗯 剛剛那個律師質疑 可能是針對我們這次第一個訴求 就是前天有行第一個訴求 就是那個障礙者進行性交易 倉嫖都不罰 對但是這個訴求 其實是建立在性專區的制度的前提下 對我們其實很不修 我們不爽性專區這個制度 其實如果沒有性專區呢 我們其實就根本就認為性交易不應該被處罰 那之所以我們訴求 這次是這樣寫的 是在我們是要 其實是要說 性專區這個制度 他不好的點 除了比方說 會更容易讓現工作者被剝削之外 他同時他整個制度 完全忽略了 沒有辦法出門的障礙者的存在 嗯哼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就算你縣市政府有設立進專區 障礙者也用不到啊 因為他根本出不了門 嗯哼 對那用用不到的東西 然後然後結果你跟我們說 喔現在現在性交易 假設設了專區 然後你跟障礙者說 你可以進行性交易啊 只要你走到專區去就好了 那那這個很荒謬的事 就像你在跟同性戀 你不會跟同性戀說 同性戀也可以跟異性結婚啊 那就這個 就是很荒謬的方法 我了解了解了解 對 所以我們才用這樣子的訴求方式來 反映出 因為你不能 現在專區制度 其實就是把障礙者排除掉 不過Vincent我請教你喔 我們剛剛談了很多法律 看起來守天使呢 也許很多人不無法接受 但是看起來真的沒有違法 因為你找不到法 還來抓你們這樣子 如果是這樣就好啦 那你們在爭取的是什麼 既然不違法 就是大家有需要 就去跟你們申請 你們就提供服務 都是免費 你們在爭取的是什麼 你們希望下一步政府 或是法律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我們一直到現在為止 尤其是從守天使出來 一直到現在第五年 我們為什麼 我們會要站出來 做這樣的一個倡議的部分 是因為我們發現 對不起 我們障礙者 如果需要信的時候 社會常常有很多的聲音 來自四面八方說 我們障礙者不會有欲望 障礙者不會有信的需求 甚至我們很多的障礙者的父母 為了應該說 無法去面對障礙者的子女 有信的需求的時候 他說我的孩子是天使 天使不會有信的部分 所以就像我們這次 為什麼我們這次的遊行裡面 我們派出了我們的一個 我們的行政義工 就是孫家良博士呢 他當天 孫老師也在我對面 對他現在在對面 對他當天赤裸上半身 用那個複神的一個技術 把自己捆綁 所以你們最大的訴求 就是要台灣社會正視 重度生障者的新需求 對 因為這些 對我們污名 甚至對我們的一些 鎖鏈的東西 所以就像我們的社會 是分散很多 精彩2018公視5月 閃亮登場 挑戰線上百人智慧 所有鄉民站出來 手機即時互動 答題搶獎金 公視全新意志節目 一呼百應 文字禁忌的最高練堂 全新的參賽者 即將掀起新一波的 豆字風雲 一字千金 豆字風雲榜 五月 鎖定公視 就有好事 這個題材對我來說很熟悉 那個熟悉來自於我 我就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 大概其實我就拍我媽媽 跟我媽媽的朋友們這樣而已 如果很簡單說是這樣 《奇蹟的女兒》是改編 楊青初老師的小說 《工廠女兒前》 描述當時在1980年左右 很多台灣農村的女孩 然後來到高雄以及台中 這些加工廚國區所工作的 情形的 你以前的小孩子在家 你比那裡 你都要出來 都要出來當家庭 不然就要出來當家庭 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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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出來 多少賺錢 回來家庭 其實這個故事 大概就是有點像是 我們爸爸媽媽那個時候 然後台灣經濟起飛 那時候很多工廠 那個時候的故事 在看那本書的時候 你會感到很大的沉重跟不安感 那個不安感來自於 當時這些女工所身處的那個處境 還有他們所面對的 關於生活的艱難 然後我們很誠實地把這一切 呈現到觀眾的眼前 就是我覺得那個年代的女生 正好接在傳統婦女跟現代婦女中間 很滿感謝當初那個年代的這些女人 因為他們算是做了一個革新 就是他們從農田走進了工廠 開始覺得自己有價值 那我覺得選這個題材主要是 他跟現代的社會 其實那個共鳴性應該比較強 台灣還是在老公的情境上 以及待遇 我想會在這部戲裡面找到很多 跟他很像的東西 MING PAO TU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